曾广闲文,有云,石头人情惊破胆,看穿世间心胆寒,在与人相处的过程中,对方是真心还是假意,虽说只有时间久了才能看得出来,但一个人究竟值不值得去交往,还是有迹可循的,有的人平常表面看起来与你关系不错,但其实暗地里包藏祸心,读国学文化,品人生百态,欢迎订阅国学心旅。 笑里藏刀,自私的人,把情意抛诸脑后,为了利益,出卖谁也在所不惜,春秋时期,有个人名叫一牙,极度擅长烹饪,得知其桓公喜爱美食,他便不惜一切讨好。 一日,其桓公随意说道,世间任何美味,我都品尝过了,唯独没尝过人肉,本是无心的话语,一牙却将其放在了心上,一日,看见自己的儿子,心想这不就是现成的吗? 于是一牙将美食送给其桓公,其桓公品尝后赞不绝口,得知真是人肉,还是一牙的儿子时,觉得一牙对自己真是忠心无比,之后更加恩宠于他。 但其桓公未曾想到,这个连亲生骨肉都下得去手的人,日后也会将自己活活饿死,这种人外表柔顺,说话阿谀逢迎,喜欢粉饰自己的言行。 内心却诚服极深,当这类人跟你套近乎,如果对你阿谀奉承时,那你就要警惕了,因为他们会榨取你的利用价值,毫不犹豫地出卖你,这样的人,最好还是敬而远之。 忘恩负义。英国作家威廉·梅克比斯·萨克雷曾说,如果一个人身受大恩,而后来又和恩人反目的话,他要顾全自己的体面,一定比不相干的陌路人更加恶毒,他要证实对方的罪过,才能解释自己的无情无义。 不懂感恩的人,心里记挂的只有属于自己的那点迎头小利。 注定是自私自利的小人,前段时间,朋友跟我吐槽了一件发生在他身上的事。 因为天气越来越热,中午有几个同事懒得去买饭,就让他顺道帮忙带一下饭。 没想到带饭回来之后,没有一个人说谢谢,也没有人主动给他饭钱,朋友说,我想着,反正大家都是同事,低头不见抬头见的,过几天给也是一样的,于是他也没提这件事。 可过了一周的时间,帮几个同事带饭花的钱好几百块了,大家还是无动于衷,没有一个人问他饭钱是多少。 该给他多少钱,于是,朋友就顺口给他们说了一句,带好几天的饭了,大家把账结一下。 没想到,这句话就像是引爆炸药的导火索,其他人瞬间翻脸,有人说,催什么催啊,又不是不给你,这点钱至于吗? 有人说,不就是几顿饭吗?你真是没见过钱的乡下人,有人说,我还以为是你请我们吃的呢,还要钱啊。 曾听人说过这样一句话,人性的丑陋之处就在于,他有求于你的时候,你帮了他,他会认为这是理所当然的,你要是不帮他,他就会说你无情无义。 身以为然,人与人之间是相互的,感情也需要用心经营,不懂感恩的人,只知道索取,不知回报。 俗话说,知人知面不知心,那些不懂感恩的人,从来就没把你当朋友,和这样的人相处,只会委屈自己。 若是身边有这样的人,最多做个点头之交,暗地里还需提防。 经常抱怨。 经常抱怨生活的人,对待生活肯定也消极悲观,他们总是喜欢把自己的负能量向别人抱怨,这只会让其周围之人也变得不快乐。 曾听一位心理学家说过,一个人如果经常以消极的眼光看待自己,这是非常危险的,结局往往会毁了自己,在生活面前,没有谁是容易的。 前段时间和朋友一起约饭,聊到各自生活近况的时候,朋友向我抱怨了很多生活上遇到的不如意,领导给自己使绊子,公司同事也不好相处,家人觉得自己年龄大了,便一直安排相亲,可没遇到一个合适的人。 房东最近又涨租金了,每个月都是入不敷出的状态,每个月房贷都占一大笔支出,但一直不交房,也住不进去。 逛朋友圈,看到那些以前成绩不如自己的老同学,都过上了让自己羡慕的生活,家庭美满,事业有成,便满肚子不愤,听到朋友的抱怨,我也因此情绪低落了好几天。 在躲开那条咬人的狗中有这样一句话,有的人就像垃圾车,他们装满了垃圾四处奔走,充满懊恼,愤怒,失望的情绪,不断传播,很不幸,我的这位朋友便是如此,他将自己的抱怨传递给了我,让我也对生活变得悲观消极。 正所谓,为人做事勿消极,俘获原浅各自当,其实,这个世界上没有人能做到事事如意,生活中。 肯定每个人都会有自己的困境。抱怨就像是一种传染病,不致就会害人害己,与其抱怨,不如想方设法去做出一些改变,人生在世,想要有富贵命,得先养出个富贵心,与其选择抱怨,不如选择释怀,若是生活中遇到喜欢抱怨的人,最有效的解决办法,就是趁早远离。 假人假意,真朋友假朋友,看行动便一清二楚,时间识人,落难之心,你有困难,及时出现的人,才是真交情,真在乎,危难时刻,见你躲着走的人,事后补上一句无关轻重的风凉话,早就和你说了,我就知道会是这样。 虚伪的本色,显露无遗。 张爱玲曾有一个好友严英,本来二人感情要好,但严英有一点不好,她总在张爱玲落魄时炫耀自己的好,比如,张爱玲去美国后,经济困难,严英却时常夸耀自己如何赚钱,张爱玲双居多年,严英却大谈自己与丈夫的甜蜜恩爱。 直到张爱玲再也无法忍受,索性与她绝交,至死在未说过一句话,人总是需要些魔力,起落,才明白,真正陪在自己身边的人会是谁,春风得意时,看似朋友许多,却都是些酒肉朋友,一旦落难,这些人坐鸟受散。 等你湿来运转,酒肉朋友又会来,责怪你不联络他们。 暴风雨能吹走的,都是些墙头草,只有一只手在身边的人,才是真心的朋友,远离视力眼的人,至少让自己的生活少一点乌烟瘴气,多一些人情良知。 没人愿意住在臭水沟旁,人最大的荒唐,是与烂人烂事纠缠,看清一个人,是为了对那些不值得的人,进行一次彻底的断舍离,余生不长,远离虚情假意的人,与积极真诚的人同行,让心灵向阳而生,沐浴在快乐,自信的阳光下,把每一寸好时光,都挥洒在美好的事情上。 暗地算计,真笑面虎。 曾有位社会学家,说过这样的一番话,在动物世界里,人们发现,变色龙是喜欢隐藏和伪装的顶级专家,可他们没有发现,在人类世界里,人类却是这方面的鼻祖,不怕明着挑事的人,就怕暗地给你使绊子的鬼。 有些人表面和善,与谁关系都不差,但实际上只是伪装,当着众人的面一脸假笑,迎合别人,背地里却最是阴险,大火的电视剧《甄嬛传》中的皇后表面看上去贤良淑德,温和宽厚,颇有母仪天下的样子,但实际上手段颇多。 心思歹毒,后宫中的不少妃嫔,遇害小产,都是找了她的黑手。 皇后前脚暗示齐妃夏家族桃花投毒,陷害甄嬛负重胎儿,后脚就让齐妃和甄嬛过来,让二人和好,自己做老好人。 时宜期间,她故意在华妃面前提起沈梅庄的存菊堂,意在提醒华妃,让她杀掉沈梅庄。 甄嬛得宠那天,她故意不去汤泉宫,给皇帝和甄嬛藤弟既显示自己贤良淑德,又造成甄嬛专宠被人嫉妒的效果等等。 自始自终,这些坏事都没有经过她的手,她的手一直都是干净的。 她还是那个人笑礼仪,温柔得体的皇后,相对于华妃明晃晃的,不加掩饰的坏,皇后则是口腹密贱,暗地里的恶,私下里将坏事作尽。 俗话说得好,冥枪一朵,案件难防,这种看起来温柔和善的案件更加难防,伪君子比真小人更要可怕,和这种人相处,就像是在高空走钢丝一般,稍有不慎,你将会掉落在地上,摔得遍体鳞伤。 面对笑面虎这类人时,要注意表面上跟她维持友好关系,但暗地里也需防范她一下。 泰戈尔说,当你为错过太阳而哭泣的时候,你也要再错过群星了,擦亮眼睛交友的同时,也不要全盘否定,遇到假朋友趁早远离,遇到真朋友就真诚以待,希望我们都能遇到正确的人,与善良的人同行。 以上就是今天的全部分享,如果你也喜欢本期内容,欢迎持续关注,点赞订阅。